如何快速上手指令现代行动 这是摆在每一位新人玩家面前一个头疼的问题 我曾经做过这样一张图 来为大家展示关于游戏的入门方式 首先我们是不是需要了解我们有什么样的类型的单位 这里边就像图中左边所示的 我们有一架歼20 这架歼20能够发射一些很厉害的空对空导弹 将笔记进行击录 但是如果这个游戏仅仅是利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取胜 那显然我们就太小瞧它了 因此要想做到图中的第三步 将敌人赶出西太平洋 这就需要我们对游戏的一些相关基本的信息和机制 有一定的了解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界面功能 当我们进入到游戏之后 会首先看到一个主菜单 这个主菜单从上到下 依次是开始新游戏 快速战斗 战役剧本 以及加载保存游戏 创建空白剧本和编辑旧剧本 以及推出游戏 在这个图片的下方将会显示游戏当前的版本号 首先如果我们点击的是开始新游戏 或者是载入剧本的模式 就会显示出如图所示的这样一个对话框 对话框左侧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图标中的小箭头来展开这个剧本列表 剧本列表上方能够通过这个字母的顺序或者是剧本的时间 方便玩家进行快速检索 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剧本的这个名称是这个字母S起到 我就可以通过S来去找手字母找到它 如果我知道这个剧本的发生的年代是1982年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发生时间来去找到它 所以这就是一个快速检索的这样一个方式 在这个右半部分 能够看到这个剧本的一些相关描述 其中包括了剧本的名称 剧本的难度和复杂度 这个难度越高代表着玩家的这个获得胜利的难度 这个操作的这个可行性是比较差的 而这个复杂度呢代表的往往就是这个单位的多少 所以有的时候单位很少但难度很高 有些时候呢虽然单位很多 但是那这个复杂段度比较低 这就是这种一些特殊的情况 另外下方是这个剧本的时间和地点 其中在剧本描述里边将会玩家介绍 这个剧本的发生的大致的背景 这个背景呢一般往往都是一些宏观的背景 比如说与时政相关的或者说与历史相关的一些条件 当我们选择下方的这个读取剧本按钮的时候呢 就能够加载当前你所选择的剧本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快速战斗来对这个游戏呢 获得一个直观的印象 在新款的这个指令现在行动中 它加入了这样一个快速战斗生产器 我们玩家可以通过在里边选择四种类型 就是由空海的反潜作战 空战的对决模式 潜艇的单挑模式 以及舰艇的单挑模式 四种机制呢来进行这个简单的对战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对空模式 当然这个空对空模式里边能够选择的机型是有限的 并不能够所有的飞机来进行对战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里边选设定 一些与这个对战相关的武器型号 时间气象条件等等 第三个选项就是我们的战役剧本 这个战役剧本呢 在左边可以为我们显示 之前给大家提到了五个DLC剧本包 和一个叫程攻击系列 它的这样一个顺序剧本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战役之后呢 它将按照战役的排布顺序 依次让玩家来执行每一个剧本 当然如果你想跳过其中的某一个剧本 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的解快速加带剧本中 直接选择这个剧本包中的任何一个剧本 也可以进行战斗 当我们进入任何一个剧本之后 首先弹出来的这个窗口呢 我们称为叫做剧本特性与真实性选项 这里边在新的这款游戏中有六个选项 分别是第一 武器真实性能 这个真实武器性能呢 主要代表的就是一些非制导武器 它在攻击过程中 攻击精度受到多种因素 比如说分速 比如说这个地形等等方面的影响 第二点就是基地无限弹药 这个选项呢 一般往往都是开启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机场中为我们的飞机呢 加载各种类型的这个可用的炮弹 导弹等等一些这个盗材 而不会受到一些相关的限制 第三个我们称为叫做真实飞机损伤 真实飞机损伤选项如果开启的话 将会使得我们飞机在受到攻击的时候 来判定飞机到底是损伤的它的机翼 还是损伤的引擎等等各种类型的部件 从而决定这个飞机相关的后续性能 第四就是真实的潜艇通讯 这是新款所追加的一个新功能 我们的潜艇在下沉之后呢 按理说它应该是不具有上帝视角的 在水下发生的事情呢 它是无法获悉水面上的一些情况 因此开启了这样一个选项之后呢 我们的潜艇在下沉之后 是无法接收我们玩家对它的一些指令的 第五个地形效应 地形效应呢 主要是设计影响咱们地面部队 它的机动性 还有我们航空单位对地面的一些探测 与武器攻击效果的一些因素的一个表现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夜间和天气影响 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些早期型号的飞机 它不具有夜航能力的话 在夜间和极端天气情况下 它是不能够出动 所以这几点特性呢 将能够决定我们这样一个剧本的真实程度 因此在每个剧本开始前呢 都会将这个窗口弹出 让玩家确认到底哪个选项 它是开启了 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题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把它叫做剧本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更倾向于把它叫做一个想定 它的音乐名均对应的是scenario 代表的呢就是根据某一个背景设定的一种 作件条件的总和 所以我们说这个指令现在行动系列的所有剧本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 我们没有办法假想在这个命题的范畴之外 发生了什么类型的一些变化 我们只能够在限定的条件下 尽可能好的来完成我们的这个作战目标 第六我们来看一下信息弹窗 当进入游戏之后呢 一些事件将会通过信息弹窗的形式呈现给玩家 我们可以在窗口中看到一些信息的主要内容 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同时也会有一些辅助的一些帮助信息 可以通过信息弹窗弹出来 在信息弹窗的左下角 当存在多个消息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箭头进行切换 同时点击这个具有地球图标的 放大镜图标的按钮 可以快速跳指信息发生的整一个地点 在右边有两个带对号的这样一个按钮 它能够分别让玩家直接关闭信息窗口 或者是在信息窗口关闭之后 让游戏保持继续运行 这里边我建议大家如果遇到对方导弹来袭的 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 建议只选择关闭信息窗口 而不让游戏继续运行 从而利用这样一个暂停的时间 观察一下战场的情况 第七 这个是一个比较多的部分 这是我们游戏的主要的下拉菜单 首先在最左边是它的文件菜单 这里边我们可以进行游戏的保存和读取操作 右边是查看菜单 查看菜单中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地图的缩小和放大 可以通过鼠标来执行操作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叫做测距和方位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键盘上的Ctrl加D来进行这个操作 具体的使用方式呢 我会在后边的任务规划中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下边有一个关于地图经纬线和很多地图叠加图层的显示的这样一个选项 我们当选择这些选项的时候呢 前面就会出现一个打勾的方框 表示玩家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地形的图层 当然图层加放的越多 加载速度呢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慢一些 我们在一些特殊的一些剧本中 会通过开启它的地形图 来让这个飞机呢 在一些峡谷中飞行 在有一些涉及到地面作战的情况下呢 我们有时会开启一些高清的 这个地面地景的显示 另外在星座中还加入了地面的显示和这个3D视角 这个3D视角呢 需要玩家另行购买这个TechView的高级版 当然在合机中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第三就是游戏的这个主要控制菜单 主要控制菜单中包括了对时间的这个压缩 这个是可以通过会计按钮来执行的 另外下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就是这个作战序列 通过作战序列我们可以查看在这个剧本中 到底玩家获得了怎样的军事装备 以及数据库浏览器 数据库浏览器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 是这款游戏的一个重要的精华部分 它相当于是一本辞典 我们可以通过查阅它 来了解所有的设施 飞机舰艇和弹药的一些相关参数 再往下就是关于这个剧本的描述 剧本的阵营简报等等 还有我们按照Ctrl Shift和F9快捷键 可以呼出游戏的阵营条令 电磁发射控制和武器发射授权 这个在任务模式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这个具体内容我会给大家稍后讲解 另外在这个菜单的下方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 点击这个得分按钮或者点击一个具备 战斗损失与消耗来查看当前的胜利情况 和损失的这样一个兵力 最后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些设定选项 第四个菜单是关于游戏的地图设置方面的一些内容 这里边我们介绍可以大家可以通过按压这个键盘上的V键 来切换单位的编组和独立显示模式 在这个单位选择之后呢 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有不同这个颜色的圆圈 这个圆圈的颜色代表了它不同类型的探测器范围 或者武器范围 其中白色代表的是我们的对空传感器范围 比如说雷达的探测范围就是白色的 黄色代表它的对地传感器范围 比如说我们的飞机的对地雷达 它就会显示为黄色 我们的这个舰艇的对海雷达 它也会显示为黄色 浅绿代表我们的这个潜艇的传感器范围 粉色呢代表的是对空武器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的空对空导弹 红色代表的是我们的对海对面武器射程 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水面舰艇打击的时候 所使用的巡航导弹 通常会用红色来表示 而棕色代表的是对地武器 这里面主要指的就是一些地面武器装备 包括我们针对地面射尸进行攻击的时候 投放的炸弹的一些射程范围 深绿色则代表我们对潜武器 或者说潜射武器的射程 比如说我们的潜艇的鱼雷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舰艇的防潜导弹 它的射程就会用深绿色来表示 而新增的这个蓝色代表我们飞机的这个航程 以上这样一些这个圆圈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按钮 让它选择所有单位 或只显示我们当前单位的内容 同时也可以通过叠加包线 让它呢这个重叠在一起 不至于显示的非常的乱 然后在下方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按钮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控制我们这个雷达照射指向和瞄准指向 这里面主要涉及到的就是 让玩家了解到我们的一些传感器和武器装备 到底有没有指向它的攻击目标 此外还可以通过单位信息标签 数据链标签 信号发射标签 规划航线标签和任务区域标签呢 来开启和了解当前的这样一个作战态势 在最下方是游戏的一些新增功能 比如说追加了这个视线工具 但这个视线工具我不推荐大家打开 因为它打开之后呢 非常的好游戏的内存 另外迷你地图呢也没有什么用 地形类型参考主要是为大家在一些特殊的地图层中 显示不同颜色所代表的这个含义 第五这也是一个常用的菜单 这个菜单中包括了我们的攻击的选项 这里面可以选择自动或手动攻击 第二个反潜行动 包括我们的这个反潜机是否投放主动和被动的浮标 是否使用这个调放声纳 另外我们按快捷键F2 可以调节这个飞机飞行的推进力高度 或者舰船的这个潜艇的深度 F3可以设定路径方向 F5呢用来查看这个当前武器它的弹舱 当然这个弹舱呢 仅对咱们的地面基地和这个舰船有效 F6空中行动 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舰船有效的 是用来起飞咱们各种类型的这个飞行器 F7针对的是船舶可以进行停泊 F8这个是可以选择我们这个飞机呢 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武器 F9呢 它这个快捷键所管辖的就是这个飞机中非常重要的传感器 和相关的电子战设备 按F10可以查看单位的损伤和系统状态 用来鉴定这个当前我们这个飞机或者舰船哪一块功能是受损的 同时如果按这个快捷键B能够让我们的飞机呢 直接返回它的作战基地 下方还有包括我们这个飞机的加油的选项 航空器的快速转向的选项 以及在星座中召唤潜艇上浮来重建通讯联络的这样一个按钮 在下方是一些其他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取消当前的任务 或者委派我们的这样一个作战单位 到它的一个新任务中 此外还可以改变它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条令和接地规则 以及电子信号控制 接触赛单 它这里面为我们指示了这个遇到不明信号的时候的一些标注方式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飞来的一个航空器 我们可以把它标定为这个敌对 这时候我们的这样一个导弹就会自动发射 如果你把它标定为这个友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可能会判定为对方是不可能是一个军事单位 等等情况都可以由玩家来自行确定 任务点参考点模式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单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通过任务编辑器创建和编辑新任务 和编辑也有的这样一个任务的细节 另外也可以通过增加参考点来划定咱们的任务区域 甚至设置进行区 最后就是游戏的一些帮助 这个帮助用处不大 只是可以通过它查看一下快捷键列表 视频教程需要连接外网 第八就是关于游戏的快捷工具栏 快捷工具栏有两行 上面的这一行可以选择时间的倍率 同时运行或者暂停游戏 同时在这个有一个两个纸张的这样一个图标 代表的就是它的自定义图层 自定义图层我在之前的B站视频中录了一个如何来制作自定义图层的这样一个教程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观看一下 在下方有不同颜色的一些按钮 实际上就是对应的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解这个F1 F2等等这样一些功能 比如说F1管负责的就是自动攻击和手动攻击 F2就是我们的这个推力高度按钮 F3就是我们的规划航线 F4呢就是我们的阵型 等等它都有对应的这样一个选项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快捷工具栏 然后在主界面的右侧 我们称为叫做右侧边栏 右侧边栏当你选择某一个单位的时候呢 它就会弹出并且显示当前单位的一些相关信息 这里面包括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航母飞机和潜艇的这样一个右侧边栏 在最上方显示的是这个当前单位的呼号 或者说当前单位的名称 而在这个下方是它的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们需要下载对应的这个图包 再往下是这个当前单位的实际型号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checkmate number one的这个飞机呢 它的呼号就是这个将军一号 但是它的机型呢是F14A熊猫战斗机 然后下方是这个机型的类型 它是一个战斗机 然后这个单位信息这个日志这个按钮呢 我们点开可以查看当前这个单位上所记录的一些传感信息 和接迪的一些信息 再往下有这个单位的一些挂载形式 这个是飞机所特有的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专门讲解 以及它的阵营 这三个单位的阵营都是美国 它的航向现在目前是42度 航速 这个对于飞机来说有这个正空航速和这个就是说空速和地速 还有下方有高度 对于前景来说就是负值 对于飞机来说就是正值 它的这个数值呢 大多数都是以这个海平面为作为标准依据 然后下边还有包括它的这样一个损伤的百分比和损管控制按钮 损管控制按钮就可以查看它不同类型的这个结构元件的损伤情况 然后下边还有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绿条 代表就是所有的这样一个部件的可用程度 系统下方就是当前这个单位所隶属的基地或者是平台 以及它所当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是执行任务还是返航还是接迪 然后最下方还有两个按钮 分别是传感器的操控按钮和武器的控制按钮 侧边栏期往下还有一些这个可以展开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高速高度和速度的快捷按钮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直接来进行操作 这样的话就不用按这个F2来进行调节了 下边还有包括单位的武器弹药 这里边武器弹药的数量在左边用一个数字和乘号来表示 右边就是这样一个可供消耗的弹药的类型 再往下边就是单位的当前的燃料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架飞机当时现在的燃料基本上是满的 它总共携带有8930千克的燃料 能够让它飞行一小时43分钟 飞行距离699海里 当然这个海里数是计算出来的 并不是真实的飞行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不同的速度下 飞行时间是不一样的 耗油量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往下边包括了它的燃料的配置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7000公斤的燃料 是作为任务燃料的 1800公斤的燃料是作为预备 当前的燃料消耗量是86.3公斤每分钟 而且距离返航 因为我们说飞机飞出去 它还要返回来 所以距离返航 实际上它只有一小时20分钟 要留20分钟的让它飞回来 它距离当前的基地有22海里 所以距离越远 自然返航的点就要有所提前 我们以飞行时间 当然这个飞机刚起飞 所以飞行时间是34秒 我之前曾经让一个飞机 在连续加入的状态下 飞行了大概十几个小时 估计这个飞行员也是一个铁人 如果这个窗口继续往下滚动 我们还可以看到 关于它的电磁信号控制的一些 便机按钮 以及作战条令的这样一些相关按钮 以上相关内容 我将会在后边的这个任务设置里边 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如果我们点击的是一个敌方的单位 这时候也会显示类似的一个侧边栏 只不过在这个侧边栏的下方 在损伤的部分会出现一个BDA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损伤评估 损伤评估对于一些 比如说机场的一些固定类设施 当我们攻击之后 是无法知道它是否被摧毁了 因此我们需要让侦察机再次飞离目标 来判断当时这个目标的受损状况 在最下方还有一个滚动信息窗口 滚动信息窗口能够显示当前这个单位 它的电磁发射情况 以及被我们我方何种类型的传感器所识别 第十点就是这个信息日志 信息日志在这个游戏界面的左下角 它一般来说是这个收起来的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右上角的这个箭头 把它进行展开 展开之后再可以通过里边的加号 来查看各种类型的一些相关信息 游戏中的一些弹窗信息 都会在这里边来进行显示 还有包括武器的一些攻击内容 游戏的一些新机制 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信息上通过点击它 来直接为我们在地图上用矩形的气泡 显示对应信息的发生位置 这样的话便于玩家快速掌握这个信息所指代的内容 在窗口的下方有一个这个不禁按钮 它可以让我们这样一个连续的运行 变成一个回合制的运行 也就是说每隔若干的时间段 让游戏呢自动暂停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关于游戏的这样一个 主要的界面菜单的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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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